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一个小鸡的颜色 然后吃点的食物 污蔓包包心丸 来一份底洁学花肥牛 来一份鱼南片马 来一份榴莲椰子豆 这还有地瓜叶 地瓜叶不就是我今天看的那个博主 叫玉瑕和解放 他经常在自己的菜地里采这个地瓜叶 可以蒸着吃 我本来想着他们家可能会上一会儿菜 然后所以就关机器了 结果刚关了机器 就是那一瞬间喀喀喀摆满了一桌子 豉油汁 这边它有提前给上好的小料 我们就不放沙浆了 放点小米辣 放点葱花 香菜all in 只要放在一年前 这都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再挤半颗小柠檬 这里姜这味道没有复合食物 不可能 那不可能 不可能 两年前我也是这么说香菜的 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不可能吃姜 绝对不可能 他们家都是煎椰子现开的 用纯椰子汁 不添加一滴水的 先尝尝我的鹿大肠 就得这样一筷子吃 我心啥也不蘸 一筷子吃一口 汤圆你是点人间的壳要吃椰子肉吗 是吗 我给你再要一个好吗 我可以试试看 我们再蘸一下它这个汁 这个汁感觉是酸酸甜甜辣辣的那种 你来 其实别吃那个了 好不好吃 这个汁是绝了 我想把刚才那个让他拿走 那碗汁给要回来 这个小料不用上了 有一块的 还有这个汁 这么满满灯灯的一盘卤大肠 40块钱 我真的觉得挺划算的 太好吃了 大肠有腻的 谁还特别在那评价了 明明这个汁非常的解腻 酸酸甜甜辣辣的 还有点泡椒味 大肠卤的入口精华 米嘴一米全都是大肠油的那个香 你再加上这个酸甜汁 你再加上这个酸甜汁 哇 你好 大肠和甜甜辣 再加一份 这个算是热卤菜 这个鸡甲呢 就是纯凉菜了 出咸 就是这个持油汁了吧 我给你吃了 完全打发了 我等叶子基础开的闲夏时光 我给你撇下油 撇油 有油不是好吃吗 油太多的话 说一下会有点怕你 我不怕你 我不是很怕你 没关系 可以稍微有一点 可以了吧 我这一门油多香啊 汤圆 现在变成了练细腥的 我不想喝青汤 我想喝油了 闻起来就很香甜 真的好甜呀 比我都甜的那种 开始比我甜的 不行你最甜 你啃了三个叶子壳 你最甜 找个碗汤儿给你感受一下 因为我不是很服 你说你比它甜 好甜呀 是吧 我之前一直都是爱喝带油的那种 撇了油之后 是别有一番滋味的那种味道 清香 不是甜腻 是甜美的那个味道 竹蒜都是很完整 哎呦 我这个小鸡翅膀 真可爱 能感受到那个小小的一只鸡 胖嘟嘟吧 然后好香 肉好香 对 喝冒汗了 霜三瓶的这个丸子先下进去 这个是牛肉滑 我就是在他们家吃这个虾滑 我觉得这个东西好有趣 所以我给自己家里买了好多 前段时间给我爸打了好多牛肉滑 我那不是牛肉滑了 我那是牛肉丸 成正小工大牛肉丸子 它那个虾滑里面 能看到虾肉颗粒的样子 先吃这个胖嘟嘟的小鸡翅膀 我什么小料都没蘸 椰子的香甜味 都渗透到鸡肉里面去了 虽然没煮多一会儿 但是能感受到椰子汤里的那个味道 脆的又梗啾啾的 然后脆的呢还不是特别难咬 不吃鱼的我本人要给不吃鱼的汤丸推荐一款鱼片 介于脆骨还有脆鵝针 鸭针都把它说清了 快我要听你及时反馈 不要评价好吃就完了 又要评价 汤丸一天就评价 还评价不到点 汤丸可能会说鲜鲜的 没有什么新闻 我把我的龙菊笋也下进去 我的肉孤零零的在旁边 明明是两个我最期待的东西 看这两盘肉一上来是不是立马就横了 之前是海南出国菜吗 真的那边的烟鸡 文昌鸡三网鸡 那边的鸡真的可以封神了 好嫩好香好好吃 这肉竹酸 我真的觉得啥也不用蘸 它现在里面吸满了汤 鸡鸡 来的时候抱着暖水袋冻得我勾勾缩缩的 现在我就是特想吃个冰淇淋 我昨天还在说 我是不是给当代年轻人丢脸了 昨天走在世贸天间那个路上 我自己拎着一个农村合作社的兜子 买玉米人家送的 抱着两个暖水袋 看着我前面两个露着腿的小姐姐 拿着冰纱在那喝 我就在想他们不冷吗 那个时候我好像穿了多少 穿了秋衣 穿了保暖背心 穿了衬衫 外面穿了裙子 然后又穿了外套 汤丸还在每天风风火火的骑电动车 我每天当晚知道他骑电动车 我就哎呀别急了太冷了 你还记得去年你变摊的时候吗 这不跟吃面条似的 甜上加甜的那种感觉 上手了 说到他们家我突然想起来 我还真不是没拍过前年吧 我刚刚在家宅家吃播的时候 我是专门把它浆到家里 然后整了一大桌子 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 今天吃的叶子鸡就是吃了他们家的 叫烹燃四季 你看我们在和声会店 今天我感觉他们家电火了之后 好多叶子鸡的火火店 都叫什么这个四季 那个四季 来个牛肉丸子 牛肉好香 这种纯手打的牛肉丸 你就会感觉到 你真的是在吃牛肉 不是在吃什么类似于淀粉 虽然很痰的那种口感 但是你吃不出来牛肉的香味 感觉都是虾剁碎了 直接给它团成虾泥 其他的啥也没加 这吃起来多贴心 多方便 它里面的蟹子会爆浆的那种 你一咬着蟹蟹蟹蟹蟹 想方便泡吃 红色是芝士丸 芝士丸 非常浓郁的味道 这是我今天的一碗面条 这还有两个丸子 露网芝花 是它吗 是它 哇 哇好厉害 螺片还很厚的这种 这个应该不能煮太久 多谢 清汤我喝的差不多了 我就开始往里面下一些 大鱼大肉之类的 准备再把它的油花给挤起来 我刚才没点地瓜叶 好想点一个地瓜叶尝一尝 那玉霞蒸地瓜叶的时候 可把我给铲坏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博主 反正我是可喜欢他们了 叫玉霞和解放 非常不容易 但是每天过得都很开心 每天吃的虽然不是很好 但是吃的都很香 切点地瓜叶尝尝呗 我差点后面 差不多是这个味儿 我观众它主要是因为玉霞 长得太香草原了 太香了 这个是刚刚煮的那份螺片 还是很厚的 我以为会是像牛板筋那种口感 脆和面之间的那种感觉 没有感觉就是那种味道 很像东北烧烤的大筋皮子 不是那种不好咬的大筋皮子 螺片和这个鱼片简直就是绝配 如果你们来吃一定要这两个配在一起 我本来准备今天吃个饭 但是守着这么好吃的汤 你不吃面 我像土豆宽粉还是全蛋面呢 全蛋面吧 我再打个鸡蛋 还有荷包蛋呢 不能再看了 再看我想加一只鸡进去吃 冰都已经差不多快化了 但是好多店就是冰化了之后 那个肉立马变色 会变得没有一开始那个样子 但是这个冰全都化了 它这个肉的样子还非常的新鲜 看看这雪花 而且你现在能滴露起来这么一大片 甚至它都没有流出很多血水来 每一片都是超级完整的 连个碎肉渣都没有 这叫美食博主级手法 我都没想到我都全部夹起来 这些汤到现在那刚刚好 你汤都喝完了 香甜味也感受完了 现在你就应该感受肉带来的冲击了 清甜的椰子味牛肉 还剁了点牛油的香味 剁一样的后半 这么吃螺肉 是把牛肉夹出来 这可能不是吃椰子鸡最正宗的方式 但是我就超喜欢这么吃 你一开始喝汤感受到汤的鲜味 吃鸡喝汤吃鸡喝汤 最后的时候下海鲜类的东西 最后的最后下肉 这个时候汤已经混合着肉味了 就是没有一开始那种纯椰子 还有鸡的那种鲜味了 最后剩一点汤的时候 用点汤底煮面 煮到最后黏黏糊糊的 你每一口面都带着汤 每一口汤都带着点面条 连汤带面的一呼噜 我觉得这样最好吃了 最好这个面条 再在这个汤里泡一会儿 充分的吸满了汤汁 乌塔菜真的是椰子鸡地点 我是煮面条 或者是在家煮什么螺蛳粉的时候 必须放青菜 必须 就是可以没有肉 但是青菜必须有 想不到吧 今天晚上就回家拍一下照片 给你们看一下我家冰箱里 有多少青菜和蘑菇 就是你们还记得 我去年还是前年 宅家吃播的时候 有一次在家吃了一个 超大份的包仔饭 我为了拍的好看吧 我把那个宝也都一起带进来了 然后掉了他100块钱 而70块钱的押金 第二天去他们家倒闭了 那个宝就砸在了我的手里 现在还在我家扔着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吃过包仔饭 吓我一跳 他们家这个门口鱼的造景 真的是超级忧心了 甚至刚才我和汤圆加他的水里 都看着好几条鱼 我又老想说跟去年一样的话了 我们出一个锅子系列吧 去年就一直在坚持不懈的出锅子系列 去帮我要一帮稍微大点的板子 装面条的那种 我说装面条的那种的时候 他已经不在了 就是他肯定知道我要干什么 先来一碗不带汤的 加点小料 先来一个辣拌 你饭发现现在有各种 什么牛腩饭脆皮鸡 还没有什么叶子鸡面啥的 我们可以开出一种进行快餐形式 我刚才的动作让我妈看见了 你别看我都26了 她都会自我 吃饭的时候怎么可以敲敲打打 吃饭的时候不能唱歌 她都不让 如果视频看见了 她可能都会打电话来骂我 这太好吃了 说到我妈骂我 隔天晚上 我正在那跟汤儿他们讨论 我说功勋太好看了 你们都看功勋了吗 我说看到青带发射那的时候 看到我激动的直哭 刚好我妈给我打了个电话 然后我妈问我怎么了 我说我看那个功勋看得我直哭 我说跟他们一比 我就是个废物 我妈来了一句 这傻孩子 你还想跟谁比 我现在这是亲妈 还这样安慰我 然后说有点自知之明吧 让我觉得我自己更是个废物 还没有我说今天的大幕话题 既然刚才说到功勋了 来今天的大幕话题 一人推荐一个最近看的电视区 大幕开始了 我最近看功勋看完功勋 又要看永正王朝了 好 完美 他啥也没吃过 然后把我的肉盖上去 这 按照我平常吃饭的 冠行在家 我都是这样 不知道的 以为他们家服务员 开始吃员工餐了 真要做快餐 中山脆肉碗 雪花肥牛 贵州盐竹孙 文昌基 报价我出66元 66 我给你今天那几口 他都不止66 我做不了生意 我做生意就是赔钱 就像那个时候 湯元问我我的炸鸡店 为什么赔钱了 我说因为我定价定的太低 我只想着 我每天店门口爆满 围的底三层外三层了 愣是定价的时候 没有定好价钱 最后削本乌龟 我还跟湯元说 就当我开那几年的炸鸡店 当造福于那几年的学生了 来口肉 这个汤啊 你别看它已经变了颜色了 但是依旧是清甜的味 尝这个叶子冻吧 叶子冻是很容易化的那种 咚咚的 我一直觉得榴莲啊 椰子啊还有芒果啊 这三种 不管怎么兑怎么掺和 这三种放在一起 肯定难吃不了 我们今天不是坐在大厅里吗 大厅的边边上 其他桌刚好能看到我们这一桌 不知道的以为他们 直播提身 吃什么东西 他吃两口 我在这假装吃几果 其实都是套院吃的 先吃点你们信吧 否则们 这算是我今天的饭后甜点 还有饭后小时了 扣得超级干净 就快扣到外面的椰子壳 来这是今天最后一口 天气原来也冷了 我的锅子系列呢 就要开始了 大家还期待什么锅子 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 随时告诉我哦 叶子鸡火锅超棒 回首一分钟 拜拜 拜拜